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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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九尾的薇菈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九尾的薇菈 如果你喜歡影片呢記得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話可以按訂閱 打開鈴鐺才不會路過任何的影片通知 今天帶一個好消息呢 如果你喜歡薇菈的話 薇菈終於改強 我們來看看數據 首先呢是跑速增加 這樣子變得腳更長 老師二技能跟三技能的範圍呢變得更加遠 這樣子呢就是手更長 看來這次體驗服的改版呢 把薇菈變成一個手長腿長的法師 首先我們來說說跑速部分 薇菈呢在前期 最大的問題是跑太慢 盡管新的兵線呢 不管是支援還是跑線都非常的慢 而我們呢成功的找到一個方法 來克服這個問題 就是帶十顆精靈 還有藝術場呢 一開頭地獎裝備買鞋子 這樣子我們前期又跑非常快喔 你又覺得薇菈靈活不少 可是我們事先說明 這個玩法呢你們要謹慎的試用喔 你試過之後呢就回不去了 就會覺得原本的薇菈跑得太慢 這一場呢敵方的針對意圖 非常的明顯喔 他們的下路消臭 還有哥德爾跟閃電俠 開頭知道這個訊息之後呢 我們正好加倍的謹慎喔 小丑連兵線都不要呢 過來射我一槍都開心 接下來我們來說說 薇菈另一位改長 就手更長 待會呢在遊戲中你就可以發現 多0.5跟少0.5的差距 是多麼的大喔 總的來說呢薇菈在這個版本 他是完全不缺傷害的 只要有正常的出裝呢 一套秒殺後排是絕對沒問題 而薇菈最大弱點呢 機動性不足 以為要跑得太慢呢 很難追上或者逃脫喔 另外一點呢 就是薇菈使用技能的時候 有一個施法的時間呢 會停頓一下 其他上我們手不長呢 要走得很前 然後再停在那邊給人家打 這點確實非常的致命喔 而官方經過這次的調整呢 再經過我們專業的評估呢 薇菈這次整體的作戰能力 至少有提升兩成 兩四三成 反正呢我們是希望這改動 早點實裝喔 待會我們再來說說我們的裝備喔 我們現在救一救我們的佩 喔感覺是救不了了 喔既然有佩娜的話呢 我們順便說一說佩娜的玩法 玩佩娜呢 絕對不要想著開大招 往前衝去控制人喔 佩娜是一個適合拉打的英雄 主要呢是他有非常強大的補血喔 還有團戰中呢 他暈眩跟大招也特別亮眼 這邊稍微半一半我們打野加快壓速度喔 畢竟這一場呢有點落後 是一個0比5的開局 可是沒關係喔 我們自身的發育呢還過得去 這周上次的沒有大招呢 就有了一定的威脅力喔 可是也是注意呢 我們要在安全的地方清兵線 玩威娜呢要記得喔 就算沒有出能量法球呢 我們還是相當脆皮 還有呢玩威娜的話 可以的話就建議盡量出能量法球 畢竟那個生命我們非常需要喔 如果出小法球的話呢 可以更快買出爆裂 這樣子呢爆發會更快成型 但是呢血量會少非常多 假設沒有能量法球呢 閃亮起來一套打我們大概一半 沒有能量法球的話呢 很有可能一套下來我們就剩下一小哥 這樣子他們隊友隨便補一槍我們就掛了 這邊有三個隊友在下路呢 過來支援一波 順便幫他們壓一壓塔 抓閃電俠給他一套 這邊閃電俠就過來開啟大招 OK這邊閃電俠引直過期 先收到閃電 導致夜叉 這邊有沒有注意到呢 我們技能可以一直的使用喔 那是因為威拉被動呢 有進攻的改強 這個威拉只要是擊殺或者助攻呢 都會反而25%冷卻喔 加上威拉的技能冷卻呢 本來就不 本來就不長 那我們就順便就是我們招出裝 首先呢量法球跟鞋子呢 就有25%冷卻喔 這樣子呢到後期我們大招大概 大招也是幾秒鐘就可以發一次喔 只要有殺人的話呢 我們一二三技能就可以一直的用 一直的用 跑出敵方全滅 OK這邊我們掛了輔助 打野呢也是救不了喔 我們已經沒魔力沒有任何技能 盡量先拉開 手一手下一波平線 再回家補個拳 這邊我們的上戶是瑪教 哇上戶環卡已經爆了 待會呢有機會的話 我們對人應該先去把傷塔推掉喔 如果在中路的話呢 是打不出什麼東西的 先去把傷塔推掉 畢竟薇菈呢她不適合正面扛喔 由於我們手不夠長的關係 薇菈更適合的是從側邊切入 比如在草叢中呢給敵方的脆皮一套 另外呢就是薇菈的技能 她的施法前搖呢實在太長了 注意一下敵方小丑 那這邊再見打架呢沒什麼意義喔 敵方的手更加長 我們先回去補個血喔 我們順便睡一說小丑 小丑使用大招跳了我們之後呢 會有一個非常慢的緩速 而且呢她大招跳完之後 我們的二技能是夠不到她的喔 會還差一點點 我們要稍微再往前走一點 這樣子我們二技能才能夠運到小丑 她問題是小丑被動呢射了我們之後 我們走路會非常慢喔 所以呢在下次改版之後 7.5的手真的差很多 尤其是針對小丑 我們收拾DC的小丑喔 而且呢小丑無敵還被拔掉了 OK這邊找到敵方打野喔 先給她一套趕緊拉開 如果不拉開的話呢 我們就要交出人頭喔 結果維拉斯很脆皮的 自己追我們自身的走位 注意不要被閃電俠 可以直接命中我們 要把頭生命呢 才可以做第二輪第三輪的輸出 維拉呢有點像法師版的刀鋒寶貝喔 只要呢有人死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直的使用我們技能 閃電俠過來的話呢 準備給她一套 OK這邊我們應該改變在順序喔 先暈眩再補大招一技能 由於維拉被動的關係喔 所以最好的連招方法呢 是先二三一 可以的話呢 三二一當然是最高的傷害 這邊先拉掉喔 注意敵方閃電俠 不要聚在一起呢 被閃電俠跟哥德爾勾到 注意敵方小丑 先給她一套 然後再往後拉 注意我們隊友的方向 注意我們隊友的方向 這邊配到幾乎這個補血呢 還是相當好用喔 稍微等一下破兵線 找到一個哥德爾 先請拿起一套 再拉開 這邊閃電俠 會進我們一套喔 我們先把血量補回來 這邊趕緊進場 先抓到哥德爾 然後上門靈底 把我運在原地 一併帶走 再加上一座防衛塔 這部團戰可是非常的賺喔 王維拉呢記得丟完技能之後呢 就趕緊拉掉了 只要保住生命呢 就可以第二套第三套爆發 喔我們另外算是造型喔 這個造型呢 只要你有儲值 90天的Prime 就是傳說的VIP機制呢 就可以免費使用 可是我們只是免費使用喔 並沒有擁有這個造型 OK下塔已經推掉 畢竟這是一個退塔遊戲嘛 退塔當然相當重要 再來吃個藍 這一次呢我們吃完藍 竟然想按50喔 有個新的兵線 把它吃掉之後呢 再往隊友靠近 這時候佩娜在家裡 喔我天 跳個小丑出來 我們砸了幾次二技能呢 可惜的是射不出來喔 手還差一點點 所以我們 一起來期待薇拉改版吧 這邊買出爆裂法杖 由於威拉的被動呢 本身就有一個 降低魔防的機制喔 所以呢我們不用出太多的摩穿 反而出爆裂呢 我們傷害爆發就非常高 以我們現在買出爆裂法杖的傷害呢 一套秒小丑不是問題喔 進來吃個大龍 有個大龍呢 我們爆發更加高 有更多的摩穿 這馬家呢勾引非常不錯 先秒敵方閃電俠 可以注意到我們技能缺已經差不多好了 OK 變到敵方哥德爾 這手的敵方剩下三個英雄 這邊呢我們兵線 三條兵線呢往敵方家裡推喔 抓到敵方小丑先提到一套 這邊呢逃跑速度可是相當快喔 我們一技能沒有命中小丑 葉莎跳了上來 佩娜補血呢非常好用 這邊感謝佩娜救了我們一命 這裏體現出呢佩娜的寶牌能力相當優秀喔 首先是他補血喔 我們血量也少的時候呢 會補越多的血 然後呢是佩娜的大招 會增加大量的物理防禦 這邊閃電俠用完大招 直接把他控在原地 先把閃電俠秒了 然後這邊中路防禦塔進去 敵方剩下0滴呢 看來是鎖不住了 那以上呢收帶來的 維拉走中路的三點說 非常感謝維拉改版呢 在正式服使裝 最後可以感謝他的收看 如果喜歡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這樣子還不會錯過 新的影片更新 那最後呢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